7个小细节让你的Excel表格看起来更专业 很多人做出来的表格是这样子的 格式上不好看,而且没有重点 如果优化成下面或者这些形式 是不是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可以一眼对比出哪些区域的销售额最好 并且突出了利润表现最好的两个区域 一般我们查看数据都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看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一个细节 我们要对比的数据 按数上排列 选中这部分数据复制一下 数白右键点击转置 把这个数据 我们要对比的不同区域的数据 数上排列补充上区域字段 注意一下,我们的视线一般是从左往右看的 这里最重要的销售额这个字段 把它放在最左边 然后依次时利润率 按重要顺序从左往右排列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注意的细节 第三个,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字段是销售额 但是呢,这样直接看你是看不出结果的 一般习惯是把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字段按照降续进去排列 数白右键,点击排序,然后降续 第四点 注意一下,我们这里的数据呢 左边这两个数字看着很大 一下子看不出来 右边呢,这些百分号 又是很重复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数字进行一个处理 把左边的这个万元这个单位变成一元除以一万 把这个信息贴入去 这个百分号呢,我们可以把它提炼到单位这里 注意,注意左边这两个单位也改一下 改成一元 数字就简单多了 把这个改成百分号之后呢 这个数据就要乘以一百了 对这个信息这些数字的格式 同一一下,都是采用两位小数 设置一下它的格式 一般我的数字习惯是用这一种 这样子呢,就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一些简化和统一 这是第四个注意的小细节 我们这些网格线看起来很多余 可以把这些网格线给去掉 选择五框线 这是第五个小细节 第六个小细节 把这些字段信息用网格线或者颜色区分开来 这里我们使用颜色来演示一下 给它填充上一种黑色 字体改成摆设 然后数据信息 给它放上一些条纹 补充上 合计这个字段 由于合计这个字段跟其他信息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的填充颜色 准备一下 这是第六个小细节 对我们表格中的信息 用不同的颜色或者少量的网格线区隔出来 最后一个小细节 突出一下我们的重点信息 这里呢,我们的销售额可以一眼 这样去看出来 但是利润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信息 看不出来 所以呢 把我们的重要信息 突出一下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份 很专业的表格的制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内容 关注XL竞选技巧 三分钟提高工作效率 谢谢大家观看